荧幕上的一场核爆掀起了今年美剧圈的又一个高潮 这部由乔纳森诺兰和一众拍摄过高质量美剧的实力导演制作 改编自闭射经典废土游戏的真人剧辐射 高度还原了游戏里的废土世界 这里有学居地下的避难所公民 有卡尔斯士官长的钢铁兄弟会 有坟墓里爬出来的尸鬼枪手 有恐怖的变异生物 还有舌尖上的废土经典饮品 何自可乐 为了展示辐射世界里形形色色的幸存者势力 将绅士不同性格各异的角色们串联在一起 纵火吃人 别血仇杀 憎恨 疯狂 阴谋和战争无休无止 穿越无尽废土的冒险终点 等待主角们的是比谎言更残酷的真相 各位观众老爷们大家好 今天云书就带大家走进颠位满满的辐射世界 2077年10月23日 是每一个幸存者永远都无法忘记的日子 一场全球性热核战争毁灭了现代工业文明 灾难本身并不是废土作品 主要关注的对象 被辐射污染的灾后世界里 幸存的人类如何苟延残喘 重建家园 在残酷野蛮的生存之战中放弃或者坚守人性 才是废土故事的核心 早在核大战爆发前 以营销世界末日赚钱的避难所科技公司 就已经在美国修建了大量避难所 两个多世纪以后 33号避难所和邻居32号避难所 即将展开三年一度的贸易活动 33号避难所的女性公民露西·麦克莱恩 认为自己以精性发育成熟 可以执行人生中最重要的任务 结婚生子 繁衍后代 委员会迅速通过了她的结婚申请 好闺蜜哈珀为露西穿上婚纱 和露西有过一腿的切特大表哥 偷偷抹掉心碎的眼泪 打开了33号和32号避难所之间的贸易大门 一看到那名高大威猛又帅气的结婚对象 露西悬着的心终于落地 婚礼在玉米种植场的空地上举行 玉米也是33号避难所的主要农作物 金属墙壁投影出了弗吉尼亚州的山水风景 大功率的吊灯模拟自然阳光 身处在这个虚假的安洛窝里 一定程度上能让避难所公民们忘记 他们和学区地下的老鼠其实并没什么区别 露西的老爸汉克是33号避难所的监管人 也就是管理层一把手 他邀请了32号避难所的邻居们吃红席 好增进双方的友谊 汉克在婚礼上宣称 经过科学测量 地面上的辐射很快就会下降到正常水平 下一代就能生活在真正的阳光下了 这个消息比结婚更令人振奋 露西迫不及待拉着新婚丈夫入洞房 一番翻云覆雨后 露西发现丈夫的威猛表里如一 不是花架子 心里甜蜜得很 由于避难所空间狭小封闭 又拒绝希娜外来移宁 维持人口良性增长 成了这里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因此避难所的性教育格外开放 虽然男女方面很狂野 避难所公民的其他行为 却都有文明规范的礼仪 毕竟他们都接受了精英教育 所以当露西发现丈夫的举止很是粗俗 不像个正常避难所公民时 立即警觉起来 避难所公民们使用的辅助设备 Pickball 俗称BB小子 也是辐射系列游戏里的一个重要元素 可惜这种装置没有加载武器系统 露西差点就被入侵者一刀做掉 为了保卫家园 避难所公民和入侵者展开了殊死战斗 场面明明无比残酷血腥 背景配乐却是柔和舒缓的乡村民谣 把观众的注意力 从血腥爽快的视觉冲击中拉出来 转移到对战争这一存在本身的思考上 让人想起那句经典名言 战争从未改变 可以说非常契合辐射系列游戏里 那种黑色冷幽默的调性 战斗没有持续多久 入侵者的真正目的是抓捕汉克 这群掠夺者的女首领摩尔达弗 临走前给露西留下了一句谜语 强盗们炸毁了32号贸易大门 这场战斗的结果算是两败俱伤 33号避难所被杀的只剩下几十位公民 但他们也俘虏了一些掠夺者 失去监管人汉克之后 接下来的路要怎么走 陷入迷茫的公民们遵循黄金法则 通过民主会议开始讨论路线问题 在会上 露西想要打开大门到地面上搜救父亲的提议 遭到大部分人反对 有些人的反对是出于恐惧 害怕引起掠夺者报复 另一些人的反对是出于贪欲 没了汉克 监管人的位置就空出来了 哪怕不过是几十人的小团体 依然有不少贪恋权力的野心家 露西做了每个主角都会做的事 在大表哥切克和小弟弟诺曼的帮助下 他依然离开了从小到大生活的避难所 前往充满未知的地面世界 在避难所的宣传里那是人间炼狱 恐怖绝境 可能露西小时候听的恐怖故事 讲的就是地面世界的狐匪强盗杀人狂 他能迈出这一步属实是勇气可加 在展开爸爸去拿了主题冒险时 露西也顺带游历了地面世界 他对外面的第一印象是 好大 茫茫沙丘 沧海桑田 废墟里埋藏着旧世界的文明残海 虽然外面没有避难所那么安逸舒适 但他的广大辽阔从空间上冲刷着露西的世界观 作为一朵从温室里走出来的浇花 露西对地面世界的危险还没有任何防备 累了困了 他就点起一堆篝火席地而睡 殊不知自己这是做了大死 路过的神秘男人提醒露西 这片土地上潜藏着许多变异大蟑螂 他们重拾了巨虫时代的荣耀 寻着火光突袭猎物 非常喜欢吃人肉 神秘男人好心劝露西回家找妈妈 从避难所那种法治社会出来的天真丫头 到了地面世界就是一盘菜 要想在这片无法无天的布毛之地生存 露西就必须改变自己适应环境 神秘男人临别前 掏出了一个引人深思的哲学问题 露西不知道的是 他刚才痛失了找到父亲的关键线索 废土算是一个鱼龙混杂的新西部世界 发展和混乱是时代主题 于是赏金猎人这一行业又焕发出了勃勃生机 最近悬赏榜上出现了一票大活 三名赏金猎人想干完这一票退休 但又担心自己这伙人实力不够 于是铤而走险 从坟墓里挖出了一名狮鬼枪手 狮鬼也就是受辐射变异的人类 拥有极强的再生能力和超长的寿命 虽然变成狮鬼有种种好处 但也面临狂化的危险 狂狮鬼会丧失所有人性 沦为只知道杀戮的行尸走肉 眼前这名狮鬼显然还有自我意识 赏金猎人们告诉他 哥们来大活了接不接 英克雷那边出了个叛徒科学家 要去加利福尼亚投奔女巫摩尔达福 这人显然非常重要 英克雷出了大价钱 干好这一票 咱们四个都可以退休了 狮鬼枪手对高额赏金 和摩尔达福都有兴趣 但他显然不打算和别人分享 很少有人知道 这名活了两百多年的传奇狮鬼 真名叫做库珀 他曾在海军陆战队服役 退役后当起了牛仔明星 曾经有过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 和平世界的审判日降临前一刻 他还在向女儿科普 束大拇指辨别蘑菇云距离的生活小知识 末日毁掉了一切 亿万生灵都变成了沙利漫天飘散 时过境迁 旧世界的热灰早已凉透 每当废土的居民 撞见这个从旧世界狗言残喘到现在的老古董时 都会从心底发出一个疑问 他到底为什么还要坚持活着 答案藏在库珀的心里 但他早已封闭自己 心如铁石 任何人都休想窥见他的过去和秘密 在坟墓里沉睡了一年多的尸鬼枪手库珀 为了高额赏金迅速展开行动 不过盯上任务目标的并非他一人 废土上有个强大的组织 名叫钢铁兄弟会 这个组织由大主教统领 继承了许多旧世界的科技 其中最具标志性的就是T60动力装甲 兄弟会恢复了中世纪的骑士制度 从各地收养孤儿 从小对其进行严苛的军事化训练 这些孤儿长大后 经过考核可以晋升为护从 护从的职责是服侍骑士 只有骑士才有资格驾驶动力装甲 骑士和护从既是主仆也是师徒 老骑士终有一天会解一卸甲 到那时 刷购经验值的护从 将有机会继承动力装甲 在盼望着出人头地的众多孤儿里 麦克斯的表现算不上优异 但他野心非常大 当家园被毁时 是身穿动力装甲的骑士从天而降 拯救了陷入绝望的他 从那时起 小麦克斯的心里就有了英雄情结 他梦想有一天自己也能穿上这套装甲 成为一名顶天立地的骑士 去成奸除恶当正义的伙伴 然而梦想很丰满 现实很骨感 麦克斯在孤儿团里年纪最小 所以饱受欺凌 他的学习成绩也很不理想 老师经常骂他 像你这么差劲的学生 以后出去捡垃圾都捡不了好的 我要是你直接找块砖 把自己拍死算了 老师的打骂助长了霸凌风气 于是欺负麦克斯 成了一大帮孤儿的日常消遣 就像所有逆境开局的男主角一样 麦克斯身边也有一个青梅竹马 假小子戴恩是唯一对他好的人 可当戴恩晋升为护从 麦克斯却依然坐着万年冷板凳时 极度之火在他心里不受控制地烧了起来 骑士团出征的那天早上 护从戴恩遭人暗算 失去了出征的机会 霸凌麦克斯的人一致告状说 肯定是他陷害了戴恩 麦克斯百口莫辩 因为他内心确实有过整戴恩的想法 也曾在夜深人静时发狂失态过 大主教本来想按照兄弟会的家规处置他 麦克斯停机之下真情流露 发誓只要给他一个机会 他一定会证明自己对兄弟会的忠心 或许是自己的真诚打动了大主教 又或许是大主教认为 让他这种小啰啰气去蹦大 也无碍大局 总之麦克斯因祸得福 顶替受伤的戴恩 成为提图斯骑士的护从 大主教得到传闻 探讨英克雷的科学家身上 藏着一件无价之宝 谁掌握了这件宝贝 谁就能主宰废土 称霸世界 英克雷是废土中的又一强大势力 他又战前美联邦政府和军事工业组成 自称是废土的正统当局 认为大多数生于英克雷之外的人都已经变异 意图给整个废土世界来个大清洗 在游戏里是根正描红的反派势力 剧集里对英克雷的具体情况交代不多 从叛逃科学家麦克尔 在英克雷生活的片段可以看出 这里组织严密 军力强大 进行着许多丧心病狂的研究 英克雷有一条军犬培育生产线 所有重量不达标的幼犬 都会当作不合格的垃圾产品被焚烧 人类对狗的感情是刻在基因里的 烧死了无数幼犬的麦克尔 以为自己早已经心如铁石 某天却突然被一只可怜的幼犬触动了生锈的心弦 于是冒险将它救下 并偷偷养了起来 经过麦克尔的秘密培养 幼犬茁壮成长 渐渐成为这位科学家最忠诚的伙伴 他的名字叫做四号 某天 麦克尔喝了很多酒 似乎终于下定了一个很大的决心 将某种物质注射进自己的脑袋里 又过了不久 麦克尔偷偷养军犬的违规行为被同事发现 双方起了争执 训练有素的四号一看主人被打 立即扑上去咬死了敌人 这下麦克尔意识到自己再无退路 他只能逃了 逃出英克雷后 他的悬赏令很快传遍了废图世界 麦克尔思来想去 决定前往遥远的加利福尼亚 将自己注射进脑袋里的神秘物质 送给名号想撤废图的火焰之母摩尔达弗 在偶遇了找爸爸的露西后 麦克尔继续赶路 计划在废城和摩尔达弗安排的接头人会合 他还不知道 钢铁兄弟会已经摸清了自己的动向 提兔斯骑士奉命赶赴废城抓人 途中他闲急无聊 带着护丛跳下直升机 打算不行走完最后一段路程 穿越森林是非常危险的行为 受辐射变异的野兽们战斗力飙升 已经不是一把猎枪 就可以轻松解决的了 提兔斯仗着自己有动力装甲 自信天下无敌 一路上都在跟麦克斯装逼百谱 结果一有危险 他就逼着护丛去蹚雷 麦克斯走了狗屎运 那头金刚熊溜达回家 和缩在洞口不敢进去的提兔斯 撞了个满怀 麦克斯英勇救主 换来的却是闹肿骑士 恼羞成怒下的疯狂辱骂 麦克斯终于看清了提兔斯 他无法容忍自己崇拜的钢铁骑士 里面藏着的却是一个懦弱卑鄙的烂人 提兔斯也是蠢得没编 他一边叫麦克斯给自己拿治疗针 一边又说要惩罚麦克斯的失职之罪 回去就把他吊起来活活打死 这种情况下 但凡有点骨气的人都不会就这魂球 提兔斯能成为骑士 说明他年轻时英勇过 但他死就死在自己彻底丧失勇气后 以为其他人也都是胆小鬼 遇到恐吓就只会跪地囚牢 麦克斯终于穿上了他梦寐以求的动力装甲 他的计划是 靠自己的力量抓住目标 回去在边点提兔斯英勇战死 自己临危受命的谎话 大主教一高兴多半会饶恕他 赶往费城的路上 麦克斯骑士进行了他的首次行侠仗义 结果就了一个强奸别人家老母鸡的变态医生 麦克斯很是扫兴 不禁仰天长叹 有求必应的废土之神哦 给我一个英雄救美的机会吧 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麦克斯一路打探摩尔达夫的下落 结果也来到了费城 昔日的繁华都市已经被核弹从地图上抹去 四方往来的旅人 在这里重建了一座贸易小镇 麦克斯在小镇里到处打探 突然注意到 有一个杂货店里在售卖避难所里的东西 麦克斯怀疑老板娘跟掠夺者有生意往来 想从她口中问出线索 作为一名受过良好教育的避难所公民 露西尽可能对地面的人表现了文明礼貌 结果却换来一声声嘲笑和辱骂 在避难所的教导下 露西相信他们躲藏在地下 并非只为了狗活 避难所公民是人类文明的火种 是拯救美国的希望 露西被老板娘轰了出去 巧的是她刚走出杂货店 就又撞见了麦克尔 原 真是妙不可言 更巧的是 狮鬼枪手枯破早就近后多时了 上来就为老科学家吃花生米 杂货店老板娘当场喊出一千瓶盖的高架 庇佑附近的赏金猎人们保护麦克尔 只听了一声五十一道 喜闻乐剑的西部枪手对决再度上演 库珀转眼间杀穿全场 连四号都遭了她的毒手 一时间小镇居民静若寒蝉 谁也奈何不了这个法爱狂徒 露西本可以当缩头乌龟 但她看到碧碧小子 想起避难所难引以为豪的黄金法则 她的正义之魂顿时熊熊燃烧 酷珀可不会对一个中二少女手下留情 可怜女主即将成为枪下冤魂时 套铁皮的英雄从天而降 麦克斯心潮澎湃 眼下这情形 她只要打败尸鬼 一来可以捕获目标完成任务 二来可以赢得少女的崇拜 充分满足她的英雄梦 看来这回废土之神终于显灵了 老板娘先给麦克尔安装一条假腿 告知了摩尔达夫所在的具体位置坐标 事出突然 外面正打得天昏地暗 老板娘没有别的选择 只能委托露西护送麦克尔 为了就回老爸 露西只能咬咬牙顶着脑袋上吗 看着这对老少傻残组合 老板娘笑得很是勉强 屋外战场上 麦克斯为了妹子两肋插刀 是要和邪恶的尸鬼死战到底 可惜她空有豪情壮志 驾驶动力装甲的水平实在没眼看 库珀显然很熟悉 替60动力装甲 小刀一划 左轮一点 就把这个笨重的铁罐子送上了天 库珀回头再去抓麦克尔时 发现那老家伙已经逃得没影了 幸好他没对四号下杀手 一针治疗剂打下去 这条军拳立即恢复了活力 循着气味开始追踪主人 在荒野中跋涉了几天几夜后 麦克尔的断腿伤势越来越严重 他估摸着自己不可能支撑到终点了 于是偷偷喝下了毒药 宴气前 麦克尔没有说出自己的秘密 只托付露西戴着他的头 去找摩尔达弗 望着这个神秘科学家 脸上凝固的微笑 露西终于感受到了 地面世界的残酷荒唐 为了找到爸爸 他必须适应 必须改变 必须融入这身猛的废图 用尽情发颠的态度 去迎接一个个无情拍脸的离谱故事 应该说事故 以上就是辐射第一季前两集的内容 我是云书 专注精讲美剧 和解读电影的小摩羯 辐射系列持续更新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了 电影水怪 大战钢铁骑士 电子屠夫之姐 背负女主 魏夺英克雷密宝 各路恶徒齐驱废土 上演暴力盛宴 各位观众老爷们大家好 今天云书继续带大家 走进天位满满的辐射世界 靠着四号的狗鼻子 酷珀千里追踪 找到了叛逃科学家的无头尸 悬赏令上写明 活要见人死要见头 尸鬼枪手按骂一声 撂到人头 在那个避难所傻丫头手里 四号在主人的尸体旁 一阵抽气后 又屁颠屁颠地 给敌人当带路导 无尽废土 依然美丽荒芜又残忍 手上提着一颗人头 丝毫没有影响 露西旅途的心情 可能她已经入乡随促 颠起来了吧 露西不知道 这颗秃顶的脑袋 到底藏着什么秘密 居然有这么多人争抢 她塞了一个追踪器进去 以防万一 钢铁骑士的身影 总在露西的脑袋里挥之不去 她不能回头去找她 只能按按期盼 以后还有再见的机会 麦克斯被迫留在了贸易小镇 和尸鬼的战斗 让T60动力装甲受到损坏 她掏出了身上的全部积蓄 四个瓶盖和一颗牙 才让尖伤修好了零件 回头又遇到一群 抢装甲的地痞流氓 麦克斯寡不敌众 被流氓们揍得鼻青脸肿 她倒在地上 想起提图斯说的一句话 提图斯虽然是个胆小鬼 但这句话说的确实没错 麦克斯的血液沸腾起来 化身双持狂战士 虽然一转眼就差点被流氓掐死 但她靠着勇气 得以重新驾驶动力装甲 经此一役 麦克斯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 勇气来源于自身 而非动力装甲 因为自身实力低微 就不敢跟恶实力对抗的人 不配驾驶T60 麦克斯正要继续奉行 他的骑士之道 就遇上了一个大麻烦 按照钢铁兄弟会的规定 外出执行任务的骑士 必须定期向总部汇报情况 麦克斯当然不敢汇报 只能硬托 逼得总部主动来电询问 麦克斯模仿提图斯的声音说 自己这边一切顺利 只可惜护从英勇牺牲了 以后不用再汇报麦克斯的情况 总部一听马上表示 要空投新护从过来 麦克斯做贼心虚 害怕新护从识破自己的身份 又见来人是霸凌团伙中的 撒迪恶斯 顿时就掐死他的冲动 小迪赶紧跪在地上哭哭哀求 麦克斯心里很是暗爽 他转念一想 决定留下小迪这个护从 毕竟自己这个骑士 也需要人伺候不是 钢铁兄弟会已经注意到 废土世界的众多势力 都盯上了叛逃科学家 麦克斯一行动 露西身后的追兵就更多了 此时他已经来到一条河边 却不知道 废土世界的水域 比陆地更危险 科学家的脑袋 被神秘水怪吃掉 露西在河边急得团团转 结果互不单行 又遇到追上来的尸鬼枪手 库珀对这条河的情况 显然比露西更清楚 为了夺回水怪肚子里的 科学家人头 他就地取材 搭建巨型钓杆 要当一回钓鱼老 鱼尔就用肉质软嫩 活蹦乱跳的露西 露西心里内叫一个苦 他不明白 为什么地面上的这些人 听到他说起乖女儿 就爹地的艰难心酸 都无动于衷 Family的精神懂不懂啊 库珀满脸都是冷笑 我都不是人了 还跟我讲什么家人 这回水怪上钩露出了真容 竟然是一头受辐射变异的是吞员 她的饕餐锯口里 长满了人手指 虽然看上去很恐怖 实际上比起獠牙来 手指的危险性小得多 因为是吞员吃东西 靠整个活吞 露西如果被吃 身体不会被嚼烂咬碎 她的死亡速度 取决于是吞员的消化速度 露西拼死反抗 打跑了是吞员 这下真的把库珀气坏了 是吞员上了一次荡 就很难再吊她第二回 4号急得在河边狂吠 想夺回主人的脑袋 库珀直接扔下她不管 眼看高额赏金打了水漂 她只能绑了露西这个俘虏 去找第二种搞钱的路子 库珀前脚刚走 麦克斯就沿着荒野上 发现的无头尸 追踪露西的脚印 来到河边 小迪也用追踪器 搜寻是鬼的下落 结果两人半个身子 泡进河里 才反应过来 他们惹上大麻烦了 眼看水下的怪物 闪电般杀来 麦克斯又将面临新的考验 按照骑士和护从的主妇关系 他可以命令小迪 冲上去当肉盾 这样做的话 麦克斯确实能报备霸凌之仇 可他就变成 和提托斯一样的烂人了 麦克斯选择当英雄 他救了小迪 这位护从又反过来救了他 靠着动力装甲提供的蛮力 麦克斯直接将是吞原的内脏扯了出来 得到了他坚守骑士之道的天赐奖赏 麦克斯和小迪欣喜若狂 这一刻的胜利属于他们共同享有 有人欢喜有人愁 露西在酷珀手上遭了老罪 酷热的沙丘能把一个活人折磨成肉干 尸鬼表示想喝水 这里到处都有的事 可充满辐射尘的水 喝了也不过是饮阵止渴 酷珀似乎对避难所意见很大 特别是对露西脑子里那些避难所灌输的价值观 什么拯救美国民主自由人权和黄金法则 这位面目非人的诗鬼认为 这都是些冠冕堂皇的虚伪之词 在废土的残酷折磨下 露西到底能坚持这些信念到什么时候呢 酷珀认为不会太久 他要耐着性子慢慢看好戏 废土中有许多旧世界的城市遗迹 经过幸存者持续两个多世纪的开发 有些地方得到重建复兴 更多的遗迹则是被彻底搜刮一空了 酷珀绑着露西经过一座废城时 意外撞见了一位分别多年的老朋友罗杰 诗鬼枪手们曾有一个小圈子 大家靠着努力挣赏金 来购买能暂时抑制狂化的特效药 两百多年来 总有诗鬼枪手因为没能及时挣够钱 而被迫断药 最终彻底沦为狂诗鬼 罗杰已经算很厉害的赏金猎人了 但他也最终没能逃过命中注定的一劫 库珀可以跟他叙旧 聊聊过去的交情 但他绝不会分一滴药出去 库珀能在这么多年里一直不断药 靠的就是绝对的利己主义 任何可能的威胁都必须被消灭 哪怕是他的老朋友 露西从未见过如此丧心病狂的家伙 他对库珀只剩下深深的鄙夷和轻蔑 露西觉得 人可以为了生存低头 但不能堕落到如此丑陋的地步 连野兽都不如的家伙 为什么还要苟延残喘 库珀文言冷笑不止 看来小姑娘的末日生存课还没学够啊 他逼露西肢解罗杰 搁置屎鬼肉干已被自己路上享用 经过好几天的折磨 露西饥渴交功 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他再也顾不上什么辐射尘 只想先喝个饱再说 不过屎鬼肉干 她是宁死 也不肯吃的 这一路上 库珀的特效药已经快吃光了 露西趁机逃跑 结果生路被一个巨大的核弹坑堵住 痛苦和愤怒让她发了狂 再也顾不上什么文明礼仪 库珀从来都是有仇必报 身体受损 会影响俘虏的售价 所以她对露西的报复 也是点到为止 目的地总算到了 在沙音室废墟附近 库珀找到了一所交易战 一名身体健全 发育成熟的人类女性 能给她换来好一段时间的特效药 可惜这次库珀计算失误了 没能支撑到最后 露西已经被逼着进入了交易战 遇到了一台看上去人畜无害的机器人 机器人非常有礼貌 当场给露西修复好了断纸 露西顿时松了一口气 心说这鬼是道 人类的良心还比不上一台机器人 器官买卖是这所交易战的主营业务 橱柜里关押着许多营养不良的商品 白白嫩嫩的露西算是上等货色 机器人完全按照程序办事 根本不理解人类的善恶观念 她可以说这最文明礼貌的话 干着最残忍血腥的活 露西靠着主角光环 有惊无险的脱身 她本可以逃之夭夭 但想起其他受苦的奴隶 在黄金法则的激励下 她再次决定当正义的伙伴 摸鱼的交易所职工们 正喝着盒子可乐看着电视 突然就被自家机器人劫持了 露西逼职工们放出了所有被关押的人 她不知道其中竟然有几只狂尸鬼 交易战变成了修罗场 露西为了自保 不得不狠心扣动扳机 残酷的废土又给她上了一课 她把自己从头到脚 连同内心重新武装了一遍 走出交易战 怀着怜悯又鄙夷的心情 把特效药扔给了即将狂化的库珀 库珀才不管露西的鄙视 一个啥都不知道的小丫头骗子 哪里懂得她现在的快乐呀 成香成捆的特效药让她喝了个饱 作为尸鬼最迫切的欲望得到满足后 库珀终于有时间静下来审视内心 交易战职工看的电影磁带 都是核战爆发前的老古董 毕竟废土居民们整天忙着生存 没人有那些功夫去拍什么电影 让库珀大感意外的是 她竟然找到了一部自己主演的西部电影 遥远的过去突然闯入眼前 她回想起过去那个意气风发的牛仔明星 生活里充满了鲜花和掌声 那时候的她还满怀信仰 曾经跟好莱坞的大导演争论过 自己扮演的警长应该将恶人绑送法庭 交由法律判决 而不能为了一时的快烟筹 私自夺走别人的生命 可现在呢 她滥杀的人数都数不清了 电影里的那句名台词 此人丑陋 坚强 且有尊严 自己还满足哪一项 往事不忍回忆 因为自己早已面目全非 33号避难所里 露西的出走并没有掐断这里的戏份 诺曼和切特仍在继续属于他们的故事 诺曼虽然身材瘦小 样貌看上去好像很懦弱 实际上好奇心和姐姐一样旺盛 会暗中坚持自己的主见 地下世界虽小 在漫长的历史中 依然藏着许多秘密 诺曼没有告诉任何人 姐姐结婚那晚 她曾经偷偷钻进32号避难所 发现里面麦田荒芜 满地都是风干的尸体 难道32号避难所早就发生了大灾 诺曼将这份疑虑藏进了心里 她和切特因为协助路西出逃 都受到了处罚 切特被撸掉了守门人的职位 诺曼因为之前每份工作都摆烂 委员会实在拿她没办法了 只能安排她去监狱 给被俘的掠夺者送饭 为了恢复生产建设 避难所召开了多次民主会议 讨论监管人的选举名单 以及如何处置俘虏 诺曼长期接触那群掠夺者后 认为这些家伙坏到了骨子里 已经无药可救 建议直接处死 哈珀很欣赏诺曼的发言 毕竟她老公就死在掠夺者手上 委员会认为这种做法太激进 避难所历史上从未执行过死刑 毕竟这里的公民最多时也只有几百人 哪怕杀一个也是巨大的损失 委员会甚至提出了一个天真的想法 释放囚犯 给予他们公民身份 让这群掠夺者参与到生产建设当中 自己的建议被驳斥 其他人又开始犯傻 再加上这些天 没少听掠夺者讲避难所的坏话 在这一系列烦心事的刺激下 默曼突然想起了那个藏在心里的疑虑 委员会以保护33号避难所安全为由 禁止人们清理被炸他的贸易大门 越是禁止的东西越有挖掘的价值 诺曼拉着切特偷偷钻进32号避难所 他们仔细检查后 发现这个避难所果然已经荒废多年 因为人口过剩和粮食生产不足 这里爆发了饥荒和内乱 绝望者上吊自尽 疯狂者互相残杀 最后所有人都死了 更让诺曼震惊的是 他调查了32号避难所大门的访问日之后发现 从外面用BB小子打开大门 邀请掠夺者进入的人 竟然是他的妈妈 罗斯·麦克莱恩 诺曼记得妈妈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 难道他的死跟32号避难所的毁灭 有什么牵扯吗 想起妈妈慈祥的笑脸 诺曼心里突然爬上一阵恶寒 他嗅到了阴谋的气息 满是浓郁的血腥味 以上就是辐射第一季3到4集的内容 我是云书 专注精讲美剧和解读电影的小摩羯 辐射系列持续更新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了 黑暗资明法则在废土同样适用 在这里信任是比淡水更稀缺的东西 一时的天真往往换来终生悔恨 只有先下手为强 才是废土上的终极生存法宝 各位观众老爷们大家好 今天云书继续带大家走进 滇滚满满的辐射世界 麦克斯和小迪联手击败式吞原后 关系一下子清静了很多 当麦克斯以提吐斯的口吻 询问小迪对自己的看法时 小迪说出了他霸凌麦克斯的真正原因 年纪大的孤儿们 总喜欢欺负新来的家伙 其实在麦克斯到来前 天天挨打的人是小迪 小迪为了自保 故意把货水引到麦克斯身上 自己这才混进了霸凌团伙 如今得知麦克斯已死 小迪唏嘘感叹了半天 留下了几滴鳄鱼的眼泪 单纯的麦克斯相信了小迪的说辞 在篝火旁为他的护丛烫上了烙印 先是一起出生入死 现在又互相掏了新窝子 这怕不是当场拜把兄弟的节奏 麦克斯觉得他找到了一个 仗义靠谱的好兄弟 哪怕他说出实情 小迪应该也会站在自己这一边 然后现实就狠狠扇了麦克斯一巴掌 他恼羞成怒 认为小迪欺骗他的感情 决定弄死这家伙 亡羊补牢 输我一脚 小迪付出了一只脚的代价 用钢铁兄弟会给的钥匙 关闭了T60动力装甲的电源 小迪左手抱着聚变核心 右手抱着麦克尔的人头 拖着受伤的腿狂逃而去 只要赶回兄弟会 告发麦克斯 大主教一定会重重奖赏他 麦克斯被困在铁疙瘩里 吼了一晚上也没等来救星 倒是吸引了一大群变异蟑螂的注意 这群蟑螂的巨恶连钢铁都咬得动 麦克斯心里一阵绝望 吃了这么多年罐头 没想到自己最后也会变成一块午餐肉 麦克斯只觉得自己眼前出现了天使 他对路西的好感度瞬间猛涨 经过酷破一整周的折磨 路西再也不敢轻易相信地面的人 哪怕是曾经救过他的钢铁骑士 之前被逼喝废水 导致他患上了辐射病 麦克斯赶忙表示自己有萧芙妮 一代输下去要到病除 他可是大大的好人 请一定要相信他呀 麦克斯很怕路西倒下 自己就真的要困死在这坨铁疙瘩里了 路西犹豫了片刻 决定相信人性本善 再天真一回 他刚救出麦克斯 就病发晕了过去 麦克斯这时 但凡有半点恶意 都够路西死拾毁了 双方的互相拯救 建立了信任基础 只可惜这份信任掺了一点杂志 麦克斯依然放不下骑士的伪装 他将动力装甲拆散藏了起来 决定去抢回巨变核心和人头 路西思虑再三 决定跟麦克斯组队 自己可以利用塞进人头里的追踪器 帮麦克斯抓住小敌 作为回报 他想对兄弟会借用几名骑士 去对付坏女人摩尔达夫 夺回爸爸 麦克斯为了圆谎 只能硬着头皮答应 追踪小敌的路上 路西像个好奇宝宝一样 问了麦克斯很多地面的事情 两人的关系进一步熟络起来 经过一座大桥时 他们遇到了一对陌生男女 彼此猜疑 导致双方都不肯放下武器 也不敢冒险擦肩而过 局面陷入了危险的僵持中 路西为了避免冲突 决定再天真一回 提一双方举起双手 撇着两边走 大家井水不犯河水 很显然 麦克斯比路西更懂废土 被他反杀的这两个家伙 可不是什么善男戏女 而是喜欢吃人的恶魔帮成员 路西对地面世界进一步失望 更让他幻灭的事情还在后面 33号避难所一直宣扬 他们的终极追求是重回地表 复兴人类文明 然而望着沙音室被和平的废墟 他才知道早就有人实现过收复日 建立了繁荣兴盛的沙音室 然后又因为同样的原因 冲突和战争 重新萌芽的文明再次被毁灭 即使经历了全面核战那样可怕的教训 幸存的人类依然在重蹈覆辙 这真是莫大的悲哀 麦克斯还告诉路西 脚下这片废墟就是他曾经的家园 麦克斯跟恶魔帮成员交手实受了枪伤 因为没有得到妥善处理 伤口开始恶化 路西健壮赶紧冲进废墟大楼里寻找医疗用品 麦克斯拦不住他 结果俩人一前一后双双落入陷阱 他们醒来后 发现自己身处在一个陌生的避难所里 美国全境遍布上百个避难所 藏在沙音室地下的这一所是第四号 这里的避难所居民大部分都是沙音室的幸存者 算是麦克斯的老乡 路西虽然不认识这些人 但在经历了地面上那么多糟糕的事情后 终于回到熟悉的避难所环境 他顿时感觉一身轻松 无比亲切怀念 麦克斯从很小的时候 就开始接受钢铁兄弟会的教育 他满脑子都是回到地面争夺歧视的荣耀 一开始很不适应避难所的生活 很想逃离这里 路西让他吃好喝好放宽心 人都有一个适应的过程了 麦克斯被迫适应期间 路西也在积极融入 他发现四号避难所有一些奇怪的地方 首先 这里竟然收留了很多变种人 连监管人本杰明都是个独眼怪胎 这里的开放政策 实在大胆地让人意外 本杰明还下达了严令 禁止任何人进入十二层 路西不过随口问了句为什么 这位一向热情友善的监管人竟然直接翻脸 路西的好奇心被不断勾起来 此外 被收留的地面佬经常举行某种宗教仪式 来传承他们的信仰 路西从没有了解过所谓的火焰之母 当他看清人们参拜的照片时 吓得赶紧逃离现场 在路西看来 摩尔达夫抢走了他的爸爸 膜拜这个坏女人的家伙 肯定也不是好东西 路西回头去找麦克斯 想说对不起我错了 这地方确实不对劲 咱们还是快跑吧 结果却发现麦克斯已经适应避难所生活 不想再毁地面了 试问哪个苦出身的废土孤儿 能抵挡得住这么多物质诱惑 钢铁骑士永不为奴 除非包吃包住 路西决定挖出四号避难所的秘密 让麦克斯看清这地方的本质 他偷偷潜入十二层 发现了很多可怕的东西 这群丑陋的变种人果然新黑手很够变态 路西直接气冷抖了 愤怒让人变得冲动 前行失败后 他想一路打出去 结果被当场活捉 正所谓一语成衬 诺曼决议要挖掘出33号避难所的秘密 他的母亲罗斯早就去世了 一个死去多年的人 怎么会打开32号避难所的大门 放掠夺者进来 诺曼想找到母亲生前用过的BB小子 贝蒂却告诉他 诺曼想要的是真相 切特想要的却是生活 俩人共同见证了32号避难所的惨状 切特回去后 却选择忘记看到的东西 他忙着跟怀孕的寡妇哈破乱搞 开始一段买一送一的幸福生活 伯特要是在天有灵的话 应该会心味得喜极而泣吧 大表哥 你是真不拿自己当爱人啊 诺曼只能孤军奋战了 他偷偷调查了避难所的人力资源交易记录 发现33号的所有监管人 都是从31号空降过来的 包括他老巴汉克 诺曼又想起一个疑点 从历史上讲 31、32和33号避难所一直在结盟 彼此之间每三年进行一次贸易往来 可从自己记事时起 33号就没和31号接触过 如果32号好些年前已经覆灭 31号又是什么情况呢 哈破这些从31号移民过来的人 基本上也都记不清 那边到底是什么样子了 要不他们都在说谎 要不其中必有阴谋 诺曼怀着满肚子疑问 不安地看到贝蒂在选举中胜出 成为33号避难所的新任监管人 贝蒂一上任就发动了重新定居运动 将一部分33号避难所公民移民到32号 令诺曼和切特感到惊恐的是 短短几天时间里 32号避难所的血迹和尸体 竟然都被秘密清理掉了 所有被破坏的地方也都得到了修缮 这显然不可能是被第一人所为 他背后肯定有一个人数不少的秘密团伙 诺曼越发感觉自己孤立无援 事实上 早在全面核战爆发前 许多人心里就已经埋下了 对避难所科技公司的怀疑 这些人里就有库珀 库珀的老婆是避难所科技公司的高管 利用特权帮他争取到了资源 库珀这位牛仔明星 因此一举成为避难所科技公司的形象代言人 公司还用他的形象创造了peep ball 沦落到在废土当尸鬼后 库珀每次看到避避小子的广告牌 心里就会涌现出无尽的厌恶 如果能早点料到今天 他本可以尽力去阻止灾难发生 当时他已经厌倦了好莱坞的灯红酒绿 想要退休回乡下开牧场 当一名真正的老牛仔 他原以为老婆巴波会支持理解自己 不料他却发起了脾气 痛骂他一想天开犯了神经病 巴波口口声声说 自己努力工作 只为了让全家能入住最好的避难所 就好像他料准了一定会爆发全面核战一样 爱蒙蔽了库珀的双眼 这份盲目需要旁人来戳破 库珀的老战友们偷偷告诉他 两大阵营的对抗之所以持续到现在 和平谈判之所以迟迟没有成功 都是因为避难所科技公司在从中作梗 靠着营销世界末日 贩卖核战焦虑 避难所科技公司已经发展成超级垄断组织 为了盈利赚钱 他可以践踏世上的一切 不择手段的让战争永远持续 经历过战争的库珀 心里很清楚战友说的没错 但他不愿意相信老婆在给魔鬼公司卖命 为什么突然想起这些往事 库珀捂着胀痛的脑袋 没想到一口气吃太多狂化医治药 竟然会昏死过去 一群枪手闯进了交易战 他们实际上是本地政府的警员 这家器官交易战在他们的管辖范围内 警员们以破坏交易战的罪名逮捕了库珀 审判他的是大总统索雷尔布克 库珀一看到所谓的总统就笑了 因为这又是他的老朋友 活得久就是好 满世界都是熟人 库珀又开始打感情牌 以缝合手指得个全尸的名义 让索雷尔解开了自己手上的绳子 看到手下被反杀 索雷尔并没有表现出多意外 毕竟这可是库珀 废图最厉害的赏金猎人 他只希望赶快送走这位温神 库珀临走前注意到墙上有张眼熟的通缉令 摩尔达夫和他是同时代的人了 自己靠着变成是归狗活到现在 那个自称火焰之母的女人 为什么也有这么长的寿命 而且还没有老 每个人身上都有秘密 毕竟废图可是不想闲人的 以上就是辐射第一季五到六集的内容 我是云书 专注精讲美剧和解读电影的小魔节 辐射系列持续更新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了 千弹搜寻人是一种废土特色职业 在这个充满暴力和冲突的末日世界 茫茫黄沙下埋藏最多的东西 除了尸故便是散落的弹壳 他们被收集起来重新打造成子弹 在新一轮的战争中继续履行杀戮的使命 千弹搜寻人不过是这一混乱轮回中 最微不足道的组成部分 他们代表了一种废土生存主义 努力活着比规避历史教训更重要 各位观众老爷们大家好 今天云书继续带大家走进边位满满的辐射世界 在交易战大四陵园购立一番后 库珀已经获得了足够用很长时间的狂化意志药 他没必要再执着于抢夺人头或者绑架露西了 现在他又有了新的目标 摩尔达弗的通缉令 让库珀想起了很多往事 核战爆发前 战友极力推荐库珀去教堂听摩尔达弗的演讲 这位后来自封火焰之母的女强人 早就开始暗中反对避难所科技公司 库珀是她的重点拉拢对象 摩尔达弗见库珀对自己的宗教说辞不敢冒 当场话锋一转 给她讲起了更实际的东西 摩尔达弗经营的科研公司 曾有一个能获得无限能源的项目 冷核聚变 这个项目一旦成功 全人类永远都不用为能源发愁了 摩尔达弗相信冷核聚变可以终结战争 因为两大阵营对抗的本质无非是争夺能源 就在项目即将成功时 避难所科技公司直接强行收购了她的公司 执行收购计划的人就是巴波 摩尔达弗认定这个庞大的垄断集团 已经成为世界和平的最大障碍 库珀努力维持着脸上的冷笑 不让摩尔达弗看出她有些被说动了 然而对方一眼就看穿了她 强行将窃听器塞进库珀的口袋 告诉她如果对真相还有怀疑 那就自己去验证好了 库珀不想胡乱猜疑妻子 在心里纠结了很久 直到一件事的发生让她终于下定了决心 库珀非常喜欢狗 把自己养的那条爱犬视为家人 哪怕以后核战真的爆发了 她也要把爱犬带进避难所 不料某天巴波突然告诉她 公司临时出台了新规定 避难所禁止养狗 库珀异常愤怒 因为避难所公司的这项决策 没有事前征求消费者的意见 她认为这家垄断公司在搞专制独裁那一套 库珀可是上过战场的老兵 为民主自由人权开过枪流过血 身为一名战士的抗争精神 从她对爱犬的感情中重新迸发出来 然而真相却是她无法接受的 避难所科技公司的董事会 已经不满足只垄断区区美国市场 他们想垄断全世界 击败所有竞争对手 成为地球上唯一一家超级公司 两次世界大战的历史教训 已经证明靠军事扩张无法实现这一霸业 董事会于是制定了一个丧心病狂的计划 只要让核战全面爆发 他们建造的避难所就能卖出天价 然后公司再动用第二件武器 时间 只要熬到地面上的人类死绝 他们自然就成为地球上最大最强的公司了 董事会为这个疯狂计划激动得热血沸腾 但又有新的问题摆在眼前 董事们意见不统一 都想按照自己的想法规划避难所 这时一直在会上沉默的巴伯突然发言 表示既然大家谁也说服不了谁 干脆愤而置之 将全美国的一百多个避难所分给董事们 大家各自按照自己的想法经营统治 他认为靠着互相竞争养股 避难所科技公司一定进一步发展壮大 找到废土时代人类的最佳发展模式 窃听完巴伯的话 库珀终于陷入了彻底的绝望中 他原以为老婆能保持清醒 纠正董事会的错误 没想到他才是这群人里最疯狂的那个 回忆只能凭添更多的痛苦 已经面目飞人的库珀 决定去见一见那位火焰之母 实现他苟活于废土多年的终极夙愿 摩尔达弗的信徒遍布废土 他本人却神龙剑手不见尾 为了找到他 库珀不惜大开杀戒 用子弹和匕首撬开那些信徒的嘴 四号避难所的监管人本杰明 向路西解释了他所看到的东西 这个避难所确实有过一段疯狂的历史 当时这里的公民都是科学家 人们以为科学家最理性 可以在末世里保持清醒 不料过度理性也会催生疯狂 四号避难所的科学家 为了培育拥有辐射抗体的新人类 进行了一系列有被人伦的人兽杂交实验 他们将本杰明变成了独眼怪胎 将本杰明他妈妈的舅舅变成了是吞员 后来这群科学家的统治 被愤怒的实验对象们推翻 历史的罪恶留在了12层里 针对路西的种种违法行为 他们举行了公开审判 路西被判处死刑 立即执行 路西人傻了 这群人是在卖萌吗 原来这里的居民认为 流放到地面已经是最残酷的畸形 路西一上去肯定马上暴毙 出于人道主义考虑 他们还送了两大箱不羁品 路西突然觉得这群变种人很可爱 他们虽然外表可怕 内心却比废土上的大部分人要善良得多 临走前 路西还帮麦克斯说情 希望四号避难所能留他好好过日子 结果就看到钢铁骑士气势汹汹的闯进会场 揍得观众们漫天乱飞 原来麦克斯刚才看到押送路西的队伍 以为他惹了大祸要遭殃 身为骑士的正义之魂 在面对英雄救美的机会时 立即死灰复燃 麦克斯之前参观四号避难所时 就发现他们把自己藏在车站的T60捡了回来 随后他又发现避难所的能源 是靠聚变核心驱动 于是他把两样东西一偷 钢铁骑士直接原地复活 为了刚刚萌芽的爱情战斗 这个大乌龙的结果是 露西和麦克斯一起滚蛋 临走前 露西突然想到 麦克斯偷了别人的去变核心 这里的备用能源肯定用不了多久 一旦避难所没有电力 不就完蛋了 露西很喜欢这群善良的变种人 不想恩将仇报害了他们 于是坚持要求麦克斯 把聚变核心还回去 没有了动力装甲 麦克斯也无法继续当骑士 露西夸他 是自己在地面遇到的最好的人 麦克斯又感动又惭愧 终于向麦克斯彻底坦白 他不是骑士提图斯 而是一个对自己的骑士 见死不救的护从 一个盗取了T60的小偷 听完麦克斯的话 露西对他的好感度不减反增 经历了这么多事 他已经明白在废土求生存的人 手上不可能完全干净 自己不也伤害过别人吗 一番掏心掏肺后 俩人达成了共识 露西表示等他救出爸爸 要带麦克斯回33号避难所 给他一个新家 麦克斯深受感动 俩人的关系再度升温 就在露西和麦克斯遭避难所奇遇时 他们计划追捕的小迪 已经在废土跑断了腿 四号跟了他一路 一心想抢回主人的脑袋 小迪被烦得没辙了 直接把四号关进了盒子可乐的货箱里 他扔掉了大部分行李 又赶了很长一段路 最后被麦克斯踩烂的脚 终于支撑不住了 就在小迪快要冲不下去时 他偶遇了那个 一直没卖出假药的老母亲强奸犯 这骗子一生一顿忽悠 骗走了小迪身上 为二值钱的东西 骗子一生笑得合不拢嘴 他这可真是三年不开张 开张吃三年 小迪本来是病急乱投医 没想到对方看上去其貌不扬 竟然是神医 小迪大喜过望 正要好好感谢神医 对方却跑得比兔子还快 看来神医还很傲娇 受不了别人夸他呀 这腿伤也好 小迪走的那叫一个剑步如飞 心里那叫一个欢天喜地 路过一座广播站时 他还饶有兴致地坐下来欣赏音乐 广播站的站长 是个喜爱音乐的人 也是一个精通陷阱的废土生存大师 把一个小小的广播站 搞得跟碉堡一样 一手雅跃还没听完 麦克斯和路西就追了过来 吓得小几八枪就射 这些妖宏枪法又歪又快 对方还没反应过来 他就已经清空弹夹了 路西想好好运用交涉画术 避免无谓的冲突 结果不小心触动了陷阱 小迪欲哭无泪 那死骗子害苦了他 钢铁兄弟会要知道自己变成了尸鬼 还不把他活活烧死 邀功情赏 更是想都不要想 钢铁兄弟会的直升机说来就来 小迪吓得只想逃 麦克斯趁机表示把人头交给他 他们帮他拖延时间 小迪也没有别的办法 以后只能浪迹废土 随遇而安了 等小迪一走 麦克斯从地上随便捡了一颗人头 为了帮路西找到爸爸 他要冒险玩一招偷梁换柱 路西并不了解钢铁兄弟会 但看麦克斯神情如此紧张 也知道来者不善 他怕麦克斯遭遇不测 虽然很想留下来跟他一起面对 可又不得不离开 老爸还等着他去救呢 患难之际见真情 俩人终于表露心计 留下了定情之吻 直到路西走后 麦克斯脸上的笑容才慢慢消失 钢铁兄弟会的规矩极其严格 他不知道自己能不能逃过这一劫 很可惜 幸运之神这一回没有眷顾麦克斯 他不清楚人头的秘密 在检测仪器面前 拙劣的谎言当场就被拆穿了 眼看麦克斯即将被就地正法 已经亲身为大主教贴身护卫的戴恩 赶紧下跪求情 并坦白鞋子里藏刀片的事 其实是他自导自演 因为他害怕去荒野执行任务 麦克斯也极力自救 表示自己能帮兄弟会找到真货 出于利益考虑 大主教又一次放过了麦克斯 钢铁兄弟会已经日渐没落 靠着吃老本早晚会覆灭 为了称霸废土 大主教对麦克尔的人头势在必得 于是他给麦克斯画了一张大饼 这张饼由不得麦克斯不吃 为了保住小命 他必须当一回带路党 露西这边已经抵达巡富之旅的终点 摩尔达弗藏身的天文台 经历了这一路的艰辛后 他越来越痛恨暴力 希望能和平解决问题 可是摩尔达弗想要和平吗 火焰之母的答案就在他展开的故事里 他向露西揭露了一个有关汉克的残酷真相 汉克和贝蒂的年纪远比外表看上去要老 他们在避难所科技公司的工作履历 可以追溯到核战爆发前 按照董事会制定的废土计划 汉克、贝蒂等公司高管进入避难所后 利用冷冻休眠舱延续生命 像采永一样沉睡两个多世纪 等地上的人类基本死绝后 再苏醒过来领导避难所返回地面 避难所居民的成分很复杂 有科学家、富豪、政客 唯一没有的就是穷人 只有汉克等避难所科技公司的高管 才知道废土计划的真相 他们独霸监管人职位 洗脑避难所民众 为的就是要收割权利 并汉克没想到的是 废土计划对未来的预测出现了严重失误 地面的穷人们不仅没有死绝 反而建立了沙音室 俨然有文明复兴的迹象 利欲熏心的富人总是认为穷人都是废物 这份傲慢被现实打破 汉克等人对地面泥腿子的态度 从轻蔑变成了怨恨 当时露西还很小 属于不济世的年纪 罗斯发现地面的真相后 带着女儿逃出了避难所 在沙音室开始全新的生活 还和摩尔达弗成了有益深厚的同志 不料丧心病狂的汉克 用避难所公司的老办法和平了沙音室 夺回了女儿露西 将老婆罗斯抛弃在废土里等死 多年以后 摩尔达弗带着信徒们又建立了一座城市 他抓走汉克 一是要为罗斯报仇 二是想引露西来地面了解真相 没想到露西比罗斯还要优秀 竟然找到了迈克尔的人头 这颗人头本身并不值钱 重要的是 迈克尔注入脑袋里的那种神秘物质 冷和巨变 这原本就是摩尔达弗的研究成果 他已经做好了充足的准备 人类将首次自由地支配无限能源 露西对摩尔达弗的感谢 一句也听不进去 困在囚龙里的汉克 为了自救 穷尽口舌猛打亲情牌 说他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女儿 而在残酷的事实面前 汉克的所有狡辩都变得苍白无礼 我的妈妈 可以帮她 恼羞成怒的汉克说出了真心话 换来女儿对她的彻底失望和怨恨 你当她离开家的母亲 她把你带来到危险 只有避难所科技公司的高管 直到冷核巨变的启动马 这是获得无限能源的最后一关 摩尔达弗的攻心战术成功了 面对女儿绝望的恳求 汉克再无退路 只好招供 摩尔达弗没功夫旁观这一幕父子女笑了 因为钢铁兄弟会的大军已经杀来 麦克斯为了活命当代陆党 结果引发了又一场残酷的战争 火焰之母的狂热信徒与钢铁骑士展开厮杀 双方高举被鲜血染透的旗帜 为了各自的信仰燃尽肉体和灵魂 钢铁兄弟会以摧枯拉朽之势席卷战场 没想到最后关头遭遇了不速之敌 那就是库珀 她已经在漫长的生命里目睹了太多纷争 不再相信任何自封的就是主 只会为了自己而战 库珀曾经驾驶过动力装甲上战场 所以很清楚这些铁疙瘩的弱点 趁着骑士们和狮鬼死磕 麦克斯闯进了敌人的指挥所 看到露西 她真是又惊又喜 露西被残酷的事实打击的精神恍惚 还没来得及阻止 未来老丈人 露西怀着羞愧又绝望的心情告诉男票 汉克是毁灭杀衣士的元凶 我是杀女全家的仇人的女儿啊 麦克斯当场傻了 然后被老丈人的铁拳打醒 成功捡漏的汉克不再掩饰本性 要碾碎麦克斯斩草除根 露西本想一枪毙了老爸 最后关头却犯了心软病 毕竟事发突然 她还没做好大一灭亲的思想准备 这时库珀杀了进来 故意打空枪吓跑了汉克 一切都在库珀的算计之内 她要追踪汉克这个避难所科技公司的马前卒 来揪出隐藏在幕后的大人物 最终目的是找到女儿 和她那个毁灭了世界的老婆巴波 眼看兄弟会就要杀上来了 库珀建议露西跟自己一起走 露西含泪处决了变成狂尸鬼的妈妈 也让自己下定了师父的决心 哪怕追到天涯海角 她也要抓住老爸 为妈妈报仇血恨 露西想跟麦克斯解释清楚 好好做个道别 无奈导演死活不让她醒 等麦克斯终于睁开眼时 露西已经跟着库珀远走高飞了 身负重伤的摩尔达弗逃回指挥所 用最后的力气启动冷和巨变 完成了她和罗斯多年前的约定 无尽能源就像普罗米修斯带入凡间的天火 不管这团火带来的是希望还是毁灭 摩尔达弗都看不见了 咽下最后一口气前 这位火焰之母试图将和平的希望 托付给身边这位年轻的敌人 后续杀进指挥所的士兵们 在戴恩的宣传下 都以为是麦克斯杀死了敌人的首领 终于实现了歧视梦想的麦克斯 此刻脸上却没有半分笑容 他望着露西离去的方向 眼神里满是怨恨和悲伤 以上就是辐射第一季的全部内容了 一场战争改变了废土的势力布局 钢铁兄弟会摘了火焰之母的桃子 想必会依靠无线能源强势崛起 目前剧中出现过的能和他进行抗衡的势力 除了英克雷军 避难所科技公司等 还有汉克最后投奔的地方 辛雷加斯 结局也为主角们埋下了新的故事线 麦克斯和露西这对小情侣 不仅要追杀一个共同的敌人 还得面对彼此之间的爱恨纠葛 另外还有诺曼 他独自闯入31号避难所挖掘出真相 结果被一位只剩下大脑的监管人困住 为了不被饿死 诺曼只好进入休眠仓沉睡 等待着姐姐回来救他 最让云叔感到高兴的是 库珀顺路从盒子可乐祸箱里 解救了四号 成为他的新主人 作为这部剧最可爱的主角 下一季 咱们接着看四号的表现吧 我是云叔 专注金奖美剧和解读电影的小摩羯 更多精彩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了